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这个社会上竞争 2009年大马师大杰出青年奖 10个领域共有30位入围者 由于儿童 世界和平和人权贡献奖悬空 因此本届盛会只颁发9个奖项的荣誉奖 并依据ISO-9000-2008品质认证的程序 联选出得奖者 这也是我们世界总会的要求 那就是说我们只有honoree 就是隆立奖 就没有这个certificate of merit 所以我们今年的做法就改变 也跟着世界大会的这个标准 以及我们ISO升级的这个标准 部分入围者表示 时代杰出青年奖能够肯定我国青年的付出与成就 从而影响更多青年 为社会 国家 甚至是全世界做出贡献 我是代表着一个福音机构 一个教会的机构来参与 然后也听说是第一次有福音机构 在加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行业当中 今年30岁可以这样子的肯定 未来的30年 50年我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我认为 孕噢ד份网民 小 techn Zhen Hassan 对于为社会的 Guide 可以做无法创作 与参与两年的招作 也能达某一些 或适与的国家 医学创新成就奖入围者 马大肿瘤及癌症放射治疗 专科医生及讲师 和国黄医生更在记者会上 呼吁政府重视我国癌症医疗方面的发展 希望我们的国家可以给癌症科多一点钱 让我们可以多一点的癌症的设备 举个例子 都好像定了一科电脑的设备 你有一家电脑的机器在东海岸 沙巴正在建筑的新的中心 沙巴越这么大的一个走医医科中心 就是在古境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设备管理的资源 人道及自愿服务成就奖入围者 雪龙达麦残障人士协会主席 Morugaiswaran 也希望政府为国内残障人士 设立更多设施 到底哪十位入围者能够脱颖而出 荣获2009年大马师大杰出青年奖的殊荣呢 无光直射马上带您到第二十四届 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奖颁奖礼现场 观赏现场盛况 本年度文化成就奖入围者林顺利 也暂时抛开得奖家里 选庭投入自己精湛的二胡演奏当中 为现场观众带来多首取资 2009年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奖得主正式揭晓 由于政治法律或政府事务成就奖的两位入围者 孙益智律师以及达到颜天璐 无法达到主办单位的标准 因此2009年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奖 只有八名得主 无光实射再次恭喜八位得奖者 并预祝他们也能够获得国际结清奖的肯定 为国争光